您知道台湾是全球排名第18名的缺水国吗 为了唤起更多人注意水资源与生态永续问题 长期关注气候变迁议题的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 与台北松山文创园区策划展出水足迹教育特展 多年来水的供应实际上还是算不错的 可是我们要了解 我们假如不去重视这件事情的话 将来要同样的享受到这种环境的话 恐怕很困难 水资源的重要性穿越三大缺水区的超跑豪手林一节 更能深刻体会 我去过的一些地区比如说沙拉沙漠或是湿路 或者是戈壁沙漠 事实上那水都不是很干净 那人跟生畜一起饮用这水 让我觉得蛮可怕的也蛮震撼的 特展中集结了全球的创意解水做法和政策 当中有许多值得借进 如果你想把你每天的用水减少大概一半以上 我非常推荐各位可以来看这个展 因为里面有非常多的撇步来告诉你如何去做 对啊如果你对于你的水费降不下来 不知道怎么去做的话欢迎来看这个展 9月13号到10月8号 水足迹特展邀请您一同来关怀了解水资源 爱尔达电视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